給他們聽沒有發行的嗎 沒有啦 有嗎 有給檔案 要不然只有三首耶 那可以啦 我是想說只有三首而已 我整張都聽過了啦 那建克哥選一首啊 每一首都要播啊 好你就說的 好我們聽你的聽你的 沒有問題 好今晚娛樂儀世代來到我們節目的事 自己報向名來 Alright這也是Smash Rex 這也是呂世宣Trial Fresh新鮮尊語 這是張悟 傑爾哥好啊 你好不好 是不是少一個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今天不講話 他在我們後面講話 哇為什麼 哇他看起來好高大 怎麼人沒來了 人型力排來了 這個是我們在這張專輯的一個設定 就是因為史金還有許多其他的事要做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會出現 個性比較害羞 所以如果他沒有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帶著他人型力排 原來是這樣 所以呢大部分在這一次你們好不容易合體 但大家不一定會看到Sing就對了 大部分會 大部分會 一到五不容易 一到五不容易 對 這以前啊我們講到你們三個人啊 其實就很容易聯想啊違法這樣 好但這一次好像你們是正式有一個名字跟大家見面嘛 對我們現在正就是只去掉只叫爲法 只叫Smash Rex Smash Rex 就是打破成規的意思 打破成規不是叫違法 他們叫Smash Rex 對 今天來到娛樂一世代呢 其實我從來沒有一次訪問過他們三個 包括今天晚上 也是兩個 但這段時間呢 常常來我們節目的有呂士軒 Yeah 這也是呂士軒 Trofresh 新鮮追 對啊 另外還有張伍 嗨 大家好 對 其實我就覺得喔 就是說你們之前 就是暫停團體的活動 然後三個人各自有不一樣的工作對不對 然後在各自的工作上去發揮發展 然後把自己變強 好像這樣這樣已經有有多久的時間 八年照計算上是八年 就是我們八年沒有一起發一張專輯 哇八年耶 八年後我覺得你們盒子變三倍 你們變八倍我 對啊 超強 哇你謝謝啦 謝謝 我是在這段時間陸陸續續認識你們的啦 不過認識也都超過了好幾年了這樣子 對 反而你們各自都有很不一樣的發展耶 對啊 呂士軒當然就大家知道你嘛 是 對 而且你在那個許多的作品上面 也都有走到自己原來設定的風格 跟那個該有的結果裡面對不對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是是是 那你自己的音樂作品跟在你們這一個團的時候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一個一個風格 或者是一個概念這樣 是 我覺得概念是一個不一樣不一樣的最大不一樣概念就跟我們接下來發這張專輯一樣 其實我們這張專輯叫做三不管 三不管 來張五要不要說說看 可以到我 對啊 他就是到你了 可以啦 我們可以自在一點 對啦 張五要說話就盡量說 因為張五呢 是一直在我的心目中啊 就這段時間不管我有沒有見到他 我們私下都還是會聯絡一下 還有一件事情更恐怖 就是呢 那就是越年輕的偶像來上節目 越容易聊到張五啊 哇 哎呦 謝謝 對啊 我記得上次在節目中大量的討論到這個名字 應該是在黃廷偉的專輯訪問上 微微的專輯 微微的專輯 所以這段時間我覺得你在文字上大有斬獲 就 其實我必須說他本來就這麼厲害 他本來就這麼厲害 對 其實就工作啊 但我覺得你最厲害的其實不是在文字上 你最厲害的是精神分裂這部分 對 因為張五本人或他的音樂其實就真的很 另外一個世界 但你竟然開始打字創作 給這些年輕偶像女團 你就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因為其實我可能到後來我發現我自己蠻愛亂寫東西的 然後有些歌可能不適合我唱 有些歌可能也不適合別人唱 然後就是做一個類似分分別類的工作 不適合別人唱的就是你嘛 你自己唱嘛 那但是大部分你寫給別人的歌 你都不適合唱啊 因為都太青春陽光啊 說不定那也是曾經的那一面也不一定 他是有這一面的啦 你們認識比較久 我認識張五已經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這個是他最後final 而且還會產生很多變化的階段 未來的張五還會有改變 我相信因為其實十幾年來看他真的算是 滿多層面 其實我們彼此看彼此應該都是 然後也越主團越發現 我們真的是三個非常不合的人 這一點你不用說用那個我們在訪問的時候 聽你們的默契啊 或看你們組合在一起的感覺 光用想的就覺得這三個怎麼會合啊 對不對 可是你們以前是到底是怎麼開始一起做音樂的呢 因為我認識你們其實是個別認識 我們一開始應該就是我吧 我很想要找辦 然後這個是我組的第三個團 然後我想的是說如果這個團又在散的話 我就不再組團了 然後我找他們就是 他是我學長 張五是你學長 對他一開始找我在學校一起創饒舌社 所以你們以前是學校饒舌社 他是我大學學長 他大五我一屆 然後他是設計我是大船 他是日校我是夜校 張五其實你知道進入這個饒舌界 你是相當自身啊 你在大學的時候你就已經有這條路在走了 其實那當時我就比較把它當成消遣了 你沒有想到你後來要投入這個行業嗎 我本來就是對於職業演出這一塊 比較沒有太大的想法 因為我只是喜歡創作而已 所以這也是為何後來我比較喜歡躲在幕後 幫邊填詞的原因這樣 但我覺得你的表演蠻好看的 很好看啦 主要原因就什麼位置就做什麼樣的 所以你現在最近有改變了嗎 你最近真的是比較幕後耶 就我發現幕後還蠻療癒的 幕後讓你感覺到安全感嗎 對因為其實到後來越來越懶得 不太喜歡跟太多人接觸這樣 謝謝你喔 對沒事沒事 我每次跟他接觸 他都還蠻立即的回應這樣 他回復很快 很快 他回復絕對是超快 我比較活網的人但是 活網 就是但我比較沒辦法 活在網路上 現在流行的用詞 對 像今天人家玩的 這會說的 活網的人 活在網路上的人 對 但我也覺得呂士軒 其實經過了這幾年 你好像就很適合就是走在幕前吧 我覺得個性愛線啦 我就是愛線的人 而且你們其實都蠻會交朋友 是我覺得是不同方向 總之我們我們就是交了朋友 然後朋友再混在一起 形成我們現在的網路 其實所有我們現在做音樂的根基都是來自這個團 對這個團 這個團他們本來剛開始要各自活動的時候說好 就是未來至少要三倍 但八年之後呢 我相信他們的實力不只三倍 而他們在最近呢 要推出了一張全新專輯 目前呢在數位平台可以聽到你們三首新歌 是沒錯 那今晚娛樂一世代 你允許我們可以聽到每一首歌嗎 可以健康歌 你說要放哪一首就放吧 沒問題 反正答案都在你那裡 都在我這 都在我這 好就是smatchwrex 他們推出了全新專輯叫三不管 歡迎你繼續回到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9點21分 好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是smatchwrex yeah 這實在是一張非常特別的專輯 為什麼呢 因為在聽這張專輯的時候 又覺得好像你們各自是獨立的 比方說我以張五來說的話 因為我對張五有某一種 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是 對 因為我覺得我就一直很欣賞他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人耶 那你在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我覺得你也放了很多 我覺得是屬於你個性的東西 對 因為就可能因為做這張專輯 我比較沒有在想要管協調性吧 不然如果又要協調我就不做了這樣 但不協調有辦法繼續前進嗎 就還是可以啦 可以 其實事實證明是可以 這張專輯我們用 我們規定就是不准管對方 所以叫三不管 三不管其實真的是有原因的 真的是這樣 英文叫who cares 就是真的不管 所以你們怎麼做有沒有人先開始 其實那時候就是三個人各自丟幾個主題 跟想要的曲風上來 然後後來發現就可能這樣都要達成一個均衡 平衡的話會做不完 對 所以就乾脆想一個名字 然後大家同意哦 你同意然後就做了這樣 所以我們聽到三不管 如果這張專輯裡面有什麼違和 或者是聽起來覺得 對那都是沒關係 我們故意的 故意的 因為就史進在這裡面包做了蠻大的一個工程 因為他必須把很衝突的觀念跟想法 概念全部都縫合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 史進還算是比較統合大家的意見 成為一個共同的樣子出現 對然後他自己也會在他裡面放一些他的巧思 對因為編曲製作他自己的部分 而且編曲是他 對很難說一定要去judge他 一定要有一些東西要照我們的想法 所以每次如果歌出來 然後你們聽 然後應該都會聽到一個全新的 有別於自己的樣子吧 我自己每次寫完每一首應該自己都蠻開心的 因為就是我真的這樣寫了好不錯 就是真的可以上不管 所以就很自由的創作這樣 是 算這樣嗎 然後會有一種 我們來比一看誰有新的idea 然後過程其實我覺得當真的開始之後蠻快的 我們大概如果在我心中的認定標準大概這張專輯做了半年 但在他們的心中可能覺得這張專輯做了一年多 因為我太晚才開始決定我要開始做專輯了這樣子 所以是你在拖大家嗎 對啊 我大概去年11-12月左右開始學了 對 所以算是大家也有在等你啦 對有一點 好我們現在來聽到這個歌 這樣合法嗎 如果在今天晚上你聽這張專輯 你會覺得好像不知道聽到了什麼 這好像也是預期的目標之一 對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不管是史進 或者是你呂士軒 然後張武 我發現你們三個人各自在做自己音樂的時候 本來就沒在管 是 我覺得張武你有在管嗎 我還是有啦 你在管什麼 我管我自己 對就管自己可以啊 但一旦要陷入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更何況是你們三個人這樣 我覺得好像當到三個人的時候啊 我們這一次 我覺得彼此都有找到一些滿意的地方 有一個最大重點就是 因為都不要都沒有再管了 所以我們不大有收回再撤回意見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 沒有討論的過程嗎 不用 其實還是有 就丟就好 但是講了之後 就好像丟出來那個東西 基本上我們都是很第一次的 都不是修改過很多版本的樣子 對 但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呢 經過了這八年之後 張武已經不是八年前的張武 史進也不是八年前的史進 呂士軒當然也不是八年前的 所以你們各自壯大之後 你們丟出來的東西 其實也更有自信我覺得 或者是更傾向是 如果在團體裡面你想要完成的樣子 因為對團體還是會有一個想像 可是沒有一個統合的人 他整張專輯就沒有辦法做出來 因為你們可能會各自在自己的樣子 跟狀態裡面 所以史進是不是在這裡面就扮演那個角色呢 對 史進那你覺得他會特別累嗎 還好 但他也還好 就蠻游刃有餘的 蠻游刃有餘的 所以他功力真的 經過了這八年真的是很厲害這樣子 他八年前就蠻厲害 史進是一個不太會給自己太 他不太會露出就是不舒服的狀態 他即使不舒服你知道說 這個是因為工作量很大 那他會跟你說OK啊 OK就是OK 那情緒呢 就比方說面對你們兩個 他一直都很peace嗎 對他是最peace那個 就蠻平穩的 我會有一點脾氣 但就是他的脾氣 都在合理發聲的範圍 還在壓在一個人 真的 我覺得團體 很舒服的狀態 就是要這樣的人齁 我剛剛說那他就是公道博 由他來決定 然後你們也不會有意見 對通常我們彼此對彼此是有偏見的 但是他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以放下那個東西 彼此對彼此有偏見 但卻還是要一起做音樂 是為什麼一定要 因為樂還在不是啦 要問張五 張五 因為應該說那時候我記得是 使勁自己先提出到 還有半年的一個假 那就是時間 反正剛好 因為我個人專輯也做了一個段落 然後 李宇璇你自己就 你剛好也在復健你的工作 對我在復健 我在復健 所以Smash Rex 其實他有一個意義就是說 在此階段你們一起來試試看 三個獨立的音樂狀態 有沒有辦法變成一個比較團體的感覺 其實應該說他一直以來 好像都是實驗階段 一開始是實驗我們到底能不能出張專輯 然後再來就是出完專輯發現說 我們真的長得太不一樣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一年之內出三張專輯 所以我們一年之內出了三張個人專輯 對那是你們那個時候 單飛之後 就是每一個人不同的計畫 然後現在是 好 我們各自都這麼有想法了 那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怎麼樣可以 對啊 他是一個這個實驗過程 那當然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他們是我一路做過來的人 然後我們其實 雖然有偏見 但我們是對彼此是了解的 你越是聽這張專輯 你越發現 靜在裡面他經過了張五跟這個 呂士軒這樣講 你就知道他的確是真的蠻重要的這樣 沒有他在那邊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團這張專輯應該不太有做出來的機會 少了誰都做不出來 這樣子 對啦 但是因為當初能夠一起做團 我相信你們本來就是 除了對音樂有一個理想之外 在這幾年你們也各自走到了一個想要實現夢想的狀態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 當三個人要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 竟更是要 在人生裡面 除了音樂的功力之外 他還要更懂得怎麼去溝通協調你們 這樣子 是 這絕對是 今天晚上呢 我們特別介紹這張專輯來自 Smash Racks 整張專輯目前在數位平台上呢 你可以聽到三首歌 那正是整張專輯的上架 會在9月19號是嗎 是嗎 是嗎 總是要有一個人有一點知道行政吧 是啊 9月19整張專輯才會聽到 但今天為什麼呂士軒一直說 哇你真的要播整張嗎 對因為你們還聽不到 所以今晚我們就獨佔播出這樣 真的是首播喔 這絕對是首播 沒有預告的首播 沒有預告 如果你有聽到今天的節目的人 你就知道 喔原來這張專輯長這樣 那這張專輯真的是很特別喔 因為你仔細聽每一首歌 其實他都蠻複雜的這樣 對 但這個複雜可能是各自你們都有一些東西在裡面了 所以他很複雜 而且他其實有時候你聽一聽有很多拼貼的趣味這樣子 他不在按牌裡出牌 他也不一定照你所想的樣子給你這樣 所以就要打破規則嘛 對 我們現場表演跟是這樣 真的啊 不用RE嗎 要RE 我們其實現在還沒有RE超多次啊 但歡迎大家來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在10月有打狗季還有讓人季 讓人季11月 10月10月10月 對 好所以會有一些表演 到時候你們只要看到有這一團 你們就去看他們的表演 再來呢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從你們的這個音樂裡面 最終後來這個三不管這張專輯的這個狀態 成為你們八年後的專輯 這樣子的一個樣子 是你們在心中覺得現在想起來 嗯其實還蠻滿意的這樣嗎 這張是我這一輩子做 我目前最喜歡的一張專輯 那張五呢 應該我覺得我個人是會 不然說是最喜歡 但就是目前當今階段覺得 因為我其實在這張專輯 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帶比較私心的 就是我比較想要實驗一些 別的方式的創作手法啦 所以就實驗結果來講 我個人是滿意的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打算把這手法 再應用到我自己的下一張專輯 應該要這樣 因為我對創作這一塊我個人的 就是我都會設計一個主要目標跟次要目標 然後或者是主要條件次要條件 我覺得這就是我這張專輯為什麼會做完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有時候在製作這一塊我會覺得 主要條件有達成了 那次要條件就是看有或沒有 如果另外兩個突然覺得還好的話 那我也不會給計較 但我主要的條件一定要保留住 對 就是會有1有2有3 這樣階段性做下來 對自己也比較好交代 要全程也比較舒服一點 那你們個性都不一樣啊 你邏輯超清楚的啊 就可能是因為後來都用這個當工作的關係 所以就會很清楚的就是 跟哪個歌手合作 然後會有不同的想法 我自己本身在創作我蠻喜歡收集 就喜歡自己去釐清就是怎樣去創作 對 然後以比較高產準確的 精準 對 喜歡這樣啊 因為這是蠻實驗的東西 我自己會喜歡 真的嗎 嗯 好 那個因為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有一首歌叫Who Coase嗎 對 其實這是有點呼應那一首歌吧 如何在三天內成為饒舌歌手 是這樣嗎 是嗎 其實也不太算 其實也沒有互相呼應 我們真的沒有在想那麼多 對 因為當初做那個intro 我只是想說要設計 乾脆也不知道說什麼 乾脆就在第一個intro 就把所有歌名都講一次這樣 所以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 原來是這樣 我以為還有互相 其實你有漏掉歌沒有講在第一首 哪一首 要走不走沒有寫在裡面 喔 真的嗎 少一首歌的歌名 剛剛沒有講進去這樣 因為那時候算是不到一兩分鐘內 就寫出完了 對 他就是隨便寫 對 我那時候用手機在打字 因為就覺得說 天啊 又來了 怎麼還沒結束 因為我其實已經 心理狀態已經覺得我要做別的事了 怎麼還沒 又來了 怎麼這張專輯還少一首歌 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心裡就覺得很煩 然後我就說 啊 你要是不是 然後我就快點 快點做完了 歡迎你繼續回到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9點51分 因為你們這個團的名字叫Smash Rex 對 就打破了那些規則 所以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可能你們真的在做這張專輯宣傳的時候 就不再按那個傳統一般大家認為應該怎樣的那個規則去走 就徹底的去顛覆他看看好了 至少這張專輯應該還在這件事上 應該還在這件事上 對 就像剛剛張五不是有講嗎 就是說其實他會設定目標嘛 那來到這張專輯的時候你就知道 就是說當我們完全不要照我原來的邏輯的時候 如果他開成一朵花 或是他反而產生了一個很巨大的結果 是不是更有信心在未來我們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打破這樣子 那個必定是 我覺得 就是應該說我覺得這張專輯都為我們接下來要做的 不管是個人還是一起都是立下一個新的標準 你現在聽到這個歌叫 Come without the night 我就常常因為聽這個會覺得很過癮的 是喔 對 他其實就只是一個聲音嘛 對 但這張專輯我覺得彷彿他其實很適合半趴 絕對是適合了 對啊 如果要打破成規你們 你們今天晚上已經做了這件事 還沒有發片就讓DJ把全部的歌都播完 是的 沒問題 先盡量放 其實我們上一次音樂季也就是全部唱完 就我們第一次唱 那這也是打破成規啊 很少人這樣搞的 我們第一次唱 唱整場 然後那兩天的音樂節 唯一下最大雨的就是我們的時段 我們嚇到真的是 哇那個沒有看不見尾巴的 就是看不到東西的那種大 就下面的人其實也看不到台上在表演什麼 前面會有一小區 然後其他人都躲在帳篷裡面這樣 很厲害 好 今天我們用一些時間 把這整張專輯三不管全部聽完 在9月27號的時候 會先發布一支MV叫這樣合法嗎 但9月19號如果你想聽整張專輯的話 到時候就會正式上架 這邊介紹一下這個叫做Brett 是我們的師弟 我想說怎麼突然有這段旋律咧 是是是是 就Brett加入了最後一首歌 是 誰幹的 今晚在魚雷世代 謝謝Smash Rex 謝謝